对于这个世界 没有一丝毫的贪念 住在这个世界一天 第一桩大死 提升自己的境界 帮助苦难众生是第二桩大死 这个要搞清楚 你要把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帮助摆在第一桩大死 自己修学功夫摆在第二 不错 你在那修了不少大福德 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 你来生想人天佛报 干这个去了 想人天佛报是你做不做业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 做大官的 发大财的 他做不做业 不说别的 天天在饮食上 吃冻僧肉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欠命要还命 欠贷要还钱 这个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修学的一切功德 通通通回向给民情 带出 对他们忏悔呀 以前无知 现在修佛才明白了 求他们原谅 往生的时候不要来干扰 我生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 回过他来度他们 我们的条件 谈妥 真用功 他接受我 如果你谈这些条件 你自己还有私心 还搞明文理 还搞贪承迟慢 这些燕情在主不饶你 你给我说的话全是假话 你来骗我 学佛的人天天拜灿 天天忏悔 为什么业障还那么重 还那么多病苦 甚至还有附身 那就是什么 你讲全是假的嘛 你不是真干嘛 你真干他佩服你 为什么 他知道你真的能信心 你真的能见阿弥陀佛 你一见阿弥陀佛 我们都占光了 他不会找你麻烦的 他会保护你 这个道理 人同此心 心同此 我们不能不晓得 一定要真干 阿弥陀佛 我可以让你试出 你 感谢观看